五藏别论 第十一 皇帝问曰 于文方式或以脑髓为藏或以肠胃为藏或以为辅 敢问更相反 解字为是 不知其道 愿闻其说 齐伯对曰 脑 随 骨 脉 胆 女子包 此六者地气之所生也 解藏于阴而相于地 故藏而不屑 名曰 齐横之府 福 位 大长 小长 三交 旁光 此五者天气之所生也 齐气向天 故泄而不藏 此受五藏浊气 名曰传话之府 此不能久留疏泄者也 破门亦为五藏史 水谷不得久藏 所谷五藏者 所谓五藏者藏精气而不屑也 故满而不能食 六福者传话物而不藏 故食而不能满也 所以然者 水谷入口 则为食而常须 食下则常食而未须 故曰 食而不满 满而不食也 帝曰 气口何以独为五藏主 齐伯曰 为者水谷之海 六腑之大圆也 五味入口 藏于胃 移养五藏气 气口意太阴也 是以五藏六腑之气味 接出于胃 便见于气口 故五气入鼻 藏于心肺 心肺有病 而鼻为之不利也 凡治病必查其下 视其脉 观其治意与其病也 居于鬼神者 不可语言治德 物于真实者 不可语言治巧 并不许治者 并必不治 治治无公义 一法方一论篇 第十二 皇帝问曰 以知治病也 一病而治各不同 皆遇何也 其伯队曰 地势使然也 故东方之欲 天地之所始生也 于盐之地 海滨傍水 其民食鱼而适贤 皆安其处 美其时 愚者使人热衷 盐者胜血 故其民皆黑色疏离 其病皆为雍阳 其治已鞭食 故鞭食者 亦从东方来 西方者金玉之玉 沙石之处 天地之所收银也 其民邻居而多风 水土刚强 其民不医而鹤剑 其民滑食而知肥 故邪不能伤其形体 其病生于内 其治已毒药 故毒药者 亦从西方来 北方者 天地所必藏之玉也 其地高邻居 风寒冰裂 其民乐野储而辱食 藏寒生满病 其治已久弱 故久弱者 亦从北方来 南方者 天地所长养 阳之所胜处也 其地下 水土弱 雾露之所聚也 其民 其民嗜酸而食腐 故其民皆智礼而赤色 其病拦毕 其智已微真 故久真者 亦从南方来 中央者 中央者 其地平已失 天地所以生万物也重 其民食杂而不劳 故其病多伪觉寒热 其治已导饮暗敲 故导饮暗敲者 亦从中央出也 故圣人杂合已智 各得其所宜 故智所以亦 而病皆欲者 得病之情 知智之大体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